个案暴增 我们的最新消息是中部也沦陷了 彰化有新增个案 他出现症状到诊所看病 被要求裁剪之后确诊 因为确诊者的家中有幼儿园的悬头 彰化县卫生局要求幼儿园 其他的孩子家长200多人都要紧急的做裁剪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